2017年 第一件想完成的是甚麼事? 希望可以快點完成現在七樓上的工作和文 還有希望2017年 很想和家人多點時間相處去旅行 What's your most memorable moment of 2016? 11月 今年絕對是一個大豐收 和一個最幸運的典份 好像發生了一場夢 為甚麼你的名字這麼可愛叫Roco 誰幫你改的? 我喜歡R字頭的文字 其實Roco的名字是平家平家 亦是沒有這個名字的 你覺得靈一姐姐會不會在2017年結婚? 她呀 我想未必 我相信她這兩年工作都非常繁忙 你之前在頒獎的例子 有說過你有兩個婆婆住在馬來西亞 那其實你和馬來西亞有甚麼關係呢? 因為我公公有兩個老婆 當時都在馬來西亞 除了香港 所以今年和上年都可以賣到我的獎 我覺得是一件很特別 和一件超級幸運的事 你新年還喜歡吃點嗎? 蘿蔔糕 你過年你會幫多少錢給你媽媽? 其實她自己拿的 我媽媽是很閒的 但是都是她給我的 我是很少給她的 我就是家用給她的 在2017年 你最想挑戰甚麼電視角色呢? 演一些小說或者一些歷史人物 接下來會拍一個叫做和新的角色 和新是一個清朝的一個官 終於有機會可以演到歷史人物的角色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參差 2017年首先祝大家身體健康 以及開心 希望大家遠遠有全知